大家要小心 有一些人使用我的照片和名字 在留言区留言 我目前有的社交媒体平台 只有电报和IG 老观众和新观众 对不起 随着频道的发展 越来越多观众在IG和电报私信我 导致信息太多 无法一个一个看 无法一个一个去回复 小轩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私信 可是小轩我无法每个人都回复 所以我没有回复您的话 真的很不好意思 如果你有任何的网站项目 或者一些策略 也可以在电报跟其他网友一起分享并讨论哦 那如果你有重要的事情 可以在最新的视频留言 或者在电报标记我哦 然后目前我在IG也不是很活跃 但未来可能会办一些活动 重要的东西是大家一定要小心留言区的留言 OK 如果现在有一个机会 在今年年底让你致富 不需要投资任何金钱 也不是犯法的东西 你会去尝试吗 小轩我非常喜欢我的 我想星爷说的一句 曾经有一份难得的机会放在我面前 我没有珍惜 等我错过失去的时候 我才后悔莫及 星爷教会我们不要错过 任何一个出现在我们点钱的机会 应该要好 好的珍惜 这期视频主要是跟大家说钱包的重要性 以及跟大家更新一些消息 没有创建钱包可能都是你手上的派 先跟大家更新这个 对一些派友来说非常重要的消息 先 这几天有一些国家的派友 无法正常登陆派Network 全世界除了中国 有一些国家也是无法正常登陆 所以需要翻墙以及使用加速器登陆 相信已经筹坏了一些派友们 再加上国内对加密货币的监管层层加码 首先在这里 小轩跟大家说 放下所有的疑惑和担心 不用担心派会出问题 即实际不去APP的情况由来已久 所以在这几天 官方核心团队正在积极解决问题 这一次拍核心团队 正在给这些问题制定解决方案 项目方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项目方这次使用主网时才动用的技术 直接彻底解决派友无法进入APP的问题了 下个星期问题应该会彻底解决了 OK 镜头面前的您 如果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频道 大家好 我叫小轩 这个频道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关于如何在网上赚钱的策略 很多的策略都是我的实战经验分享 以及跟大家分 想如何使用我们的手机赚钱的APP 如果你对这类内容感兴趣的话 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打开旁边的小铃 然后大家能不能帮助小轩我一个小忙 小轩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接触Pi Network 所以Pi友们和网友们能不能帮助 点赞和留言 小轩希望大家可以帮忙 因为这样能够让YouTube演算法推广这个Pi Network 视频给更多的人 并且这样也可以让更多的人 有机会使用你的邀请码 小轩我举个我喜欢的真实例子 比特币当年一枚一美金都不到 可是在12年的时间 一枚比特币竟然市值64000美金 回想当年一台普通的电脑 一天可以挖50的比特币的时候 很多人都嗣之以鼻 都说是传销骗子项目 浪费电脑资源浪费电 回到现实的今天 一万台高级定制的超级计算机 人们称之为比特币矿机 一天24小时不停地运转 仅仅只能挖出可灵的两个比特币 而且也要为此付出昂贵的电费 当然还有矿机损耗费 人工费等等 就验证了新年说的话 人们只有在失去才会珍惜 人就是这么矛盾的个体 我闷自己心里面总是这样安慰自己 想到如果可以回到以前 免费挖比特币就好了 小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时间能回到2009年 你真的会毫不犹豫地打开电脑挖比特币 如果会的话可以留言666吗 不会的话可以留言加1吗 加1是因为小 虽然我知道回到2009年我也不会挖 因为就算时间回到2009年 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垃圾传销币 并不是回到以前 我们的认知就提高了 而是认知没有变 我们现在之所以有回到2009年 挖比特币的想法 那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比特币的成功 那么现在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你会不会去尝试呢 这个机会就是Pi Network 如果你没有听说过Pi Network 小萱我在频道上分享过很多关于Pi Network的重要信息 也说了很多次什么是Pi Network 大家可以去看这个Pi的播放列表 任何人只要有手机都可以下载这个Pi Network 每天只需要用你不到10秒钟的时间 做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点击一个按钮 就可以免费在手机挖Pi币了 但这里有几点必须要注意 然后我建议你把这整个Pi的播放列表看一遍 以免你错过一些重要的资讯 这些是一些推广给朋友的文案 大家都可以使用哦 OK 除了我们的名字 验证手机号或者脸书重要 Pi钱包也非常重要哦 没有创建钱包可能都是你手上的Pi 你创建钱包了吗 如果还没有的话 等一下请去看这支视频 以及了解Pi钱包的重要性 并且观看所有的Pi播放列表 不然你可能会错过一些重要的信息 未来可能会损失你手上的Pi币 其实挖Pi是很枯燥的 虽然简单但是很枯燥 简单是因为每天只需要10秒钟点击闪电按钮 枯燥就是因为需要每天坚持 如果坚持一个月还好说 但是坚持一年到两年 那是需要信仰的 所以小轩我真的很钦佩 已经挖了那么久的Pi有 它在全球所有区块链项目中发展是最快的 这个快并不是说速度 这个快是说会员 因为在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 项目方公布的活跃用户达到了1800万家 现在应该已经达到了1900万 甚至2000万用户了 然后这个人数是活跃人数哦 不是注册人数 下载并注册的人数估计有5000万位了 小轩相信途中放弃的这些人会慢慢回来的 OK 那么没有创建钱包会丢失你手上的Pi 当然 大家别担心 现在如果你没有创建Pi钱包 是不会丢失你挖到的Pi 但这个钱包非常重要哦 大家一定要记得再记得 上主网之前应该要创建好Pi钱包 不然我们再PiNetwork 挖到的Pi币 怎么会存入我们的Pi钱包呢 对吗 OK 那为什么小轩我刚才跟大家说 目前大约有2000万的活跃用户 因为这2000万的活跃用户 小轩我相信至少有1000万以上的人 没有接触过加密货币 所以如果你是新拍友 完全没有接触过币圈 没有使用加密钱包经验 您必须要观看这个钱包的视频 以及拍钱包的重要性 因为区块链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可逆性 不可篡改性 所以在操作的过程中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正因为这样所以拍项目创办人尼古拉斯 就先推出了测试钱包 让大家先熟悉先操作 因为我们在测试期间 要是我们操作错误 是可以重新带来的 如果过了测试阶段 那么操作错误了就永远错误了 所以还没创建钱包 还没测试钱包的Pi友 赶紧来创建并测试先 现在钱包属于无敌状态 您可以随便创建不怕出错 当然最好就不要随便来 我们应该要认真对待拍钱包 大家能帮助小轩点赞并转发吗 让没有创建钱包的Pi友看到 让还没有创建钱包的Pi友 赶紧创建起来 赶紧熟悉起来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截至目前 仍然有很多人丢失助记词 或者忘记助记词 这其实是很危险的 有可能大家的坚持 会因为助记词的问题不知东流 所以尽可能创建钱包 提前掌握储存助记词的方法 记得 保存好你钱包助记词 都算保存 一定一定要注意 另外就是反复的检查 你抄写的助记词是正确的 因为小轩我之前也有抄错 然后这里大家要注意安全圈 要是你未来真的忘记了助记词 无法登录钱包 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安全圈 可以找回密钥的 还有就是我们即将可以使用测试钱包 在商城购买抑或 鼓励大家现在就去看这支视频 并创建钱包 小轩我再说一次大家一定要记得把你的助记词给保存起来 保存在几个地方 小轩在这两个视频分享了保存助记词或者私要的方法 它不是某个国家的也不是某个机构和团体的 它是世界全球范围的一次区块链技术创新型的实践 从目前的热度活跃度及关注度来说 它已经具备了成功的关键要素 未来注定是无比辉煌的 目前的登录故障只是在 是的 更不是我们一直追随下来 有信仰 有热力的派有应有的音试风格 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值得等待 所有的事与远方都会如期而至 请坚信自己的选择 每24个小时记得点击闪电按钮 并推广给更多的朋友哦 在视频结束之前 小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和Pi Network 有一样使命的项目 这个项目是HiDollars 是今年2021年4月份推出 短短的三个月已经有30万人加入了 这个HiB和其他的项目有点不一样 首先HiDollars HiB是一个提供颠覆赚统 完全革新的金融服务的区块链项目 这个项目的目标是成为全球的区块链银行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手机银行 我们直接使用聊天软体就可以使用的金融平台 我们可以分布手机上的聊天机器人 帮我们处理银行的事物 如存钱 取钱 赚账 赚换货币 甚至借钱等等 这个项目是由Bitcoin 前行政总裁 和Crypto 前市场总监一起创办 并且ShangRech 不只是Crypto 的前销售总监 他还市Pudential 保险公司亚洲区的前销售总监 至于Stefan Rust 是Bitcoin的前首席执行官 在加密货币领域 也算是有很多经验的老行尊了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们的团队都是来自其他大型科技公司 比如阿里巴巴 摩根Stanley 腾讯等 但这个项目其实最吸引小轩 我去使用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域名 H.I.C.O.M. 的这个域名价值几百万美金 甚至几千万美金 所以说不管资金还市人才都是超雄厚 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点击一路上方弹出来的卡 去看这几个视频哦 最后 大家能不能再次帮助小轩我一个小忙 小轩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接触PiNetwork 并且让所有的派友知道钱包的重要性 虽然说了几次了 可是一些派友可能忘记了 所以派友们和网友们 能不能帮助小轩分享视频 然后点赞和留言 因为这样能够让YouTube演算法推广这个PiNetwork 视频给更多的人 并且这样也可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使用你的邀请码 小轩我再次谢谢大家了 下一个视频再见的时候 希望你已经是Pi友了啦 加油了Pi友们